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布电台 AM738 1143 依然 159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今天的单元很特别哦 每个礼拜三本来是林木议题啦 不过呢最近因为海宝鼠有个活动呢 所以我把林木改成农鱼啦 今天来讲农鱼议题吧 好 那么呢 一样啊 照惯例啊 老样子啦 先为大家报道今天呢 重点新闻 重点新闻后呢 后来跟大家说 这个海宝鼠是要办什么话咧 好 听新闻 重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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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新闻后 重点马安 华为宽流影响 23号暗门到24号 台湾当南部 形成本的有准备效价实力后 并可能有大户合物发生 南部以及丹部地区 有局部地尘准备效价实力后 丹北部丹部以及南部原海 需要提供登映 华人中国24号有机会再次出现 三十八度的高温 台北生百丁丁的地区 有机会出现三十六度高温 国内23号 申请2万6千控告十五的本土国案 中当前28号 其中16人失望 另外有287号的境外移立 染疫死亡个案数 平8月16号的单日最低纪录 中重症人数则是5月3号后 相隔1百一十二天的新低 中央流刑疫情 只会中心花园林庄人想标识 中离拜较尽数大约十五万里 是年少十月离拜下降以来首度回升 以及本离拜可能会到十六万里 上升幅度大约是十八 以上是今天8月24号 拜三的重点新闻 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 成熟化修正所演唱的歌曲 梦醒十分 做回来欣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永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永峰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悔恨 你说你痛了生活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以忘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你又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悔恨 你说你犯了生活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以忘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以忘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传 老婆你看 我肚量这么大 是不是很贵气啊 你呀 作息不正常 高血压又违于肚 什么贵气 搞不好是代谢症候群 腰围血压血糖超标 就是代谢症候群了 尤其是男性腰围在90公分以上 女性80公分以上 就要多注意了 可是我早就超过90公分了耶 胖子回头筋不坏 从现在起就要吃得少盐少油 还有要运动 是 老婆大人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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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起来 快乐来不远 我们唱歌 在点点跳 和我们永远的江山 我们唱歌 Zither Harp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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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朱麒麟 阿秋啊 哇 今天你拜三啦 林木议题呢 我们改成讲这个 农鱼议题好了 这边有一个渔业的活动 要告诉大家哦 这个是海保署所举办的 海洋保育巡回教育活动 种子教师 嗯 听到这个热热档的名称 到底是在说什么会呢 嗯 我就是怕听这种朋友 对这个名称啊 没什么了解啦 所以呢 阿秋特別请来 海洋保育署的罗敬明组长 哦 来到现场 来为大家穿分明哦 欢迎我们的罗敬明组长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海洋保育署综合规划组长罗敬明 那很高兴在这个地方 跟各位见面 那也很感谢电台这边的邀请 那希望今天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活动 谢谢 是的 罗组长你好 我们听到海保署举办的这个 海洋保育巡回教育活动 种子教师啊 会举办这个活动的原因呢 是什么 是的 因为我们海洋委员会 海洋保育署是在107年成立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四面环海 然后对海洋有更多的认识 所以我们特别在今年 透过海洋保育巡回教育活动 老师们能够踊跃来参加 这个是大概我们今天这一次 办这个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 那我听说他这个活动是巡回嘛 是巡回教育活动 所以巡回的地点是指 北中南都会举办吗 是的 是的 我们会在9月份的时候 先办理5场次的一个试办活动 那分别是在台北市的关渡国小 高雄市的严城国中 台东县的东海国小 澎湖县的丰贵国小 以及云林县的口湖国中 这5个中小学来先办理5场次的试办 那这几个场次我们会先邀请 30名的国中小的一个老师来出席 工作坊及教学观摩 那在10月份以后 我们就希望透过全台湾 有30场的一个巡回教育活动 那让这些教师们来共同担任 后续活动的一个讲师 那希望能够把我们相关 想要传达的海洋保育知识 来传达给国中小的学生们 大概是这个活动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情况 那开放报名者是限定为老师 讲师助教吗 对 其实我们今年的做法 是特别针对整个巡回教育的 种子教师的一个培训 所以目前整个目标上面 先是以培养各县市中小学 教师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可能基本上还是以 老师的身份来报名的话 是优先来考虑 对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 全台湾各县市至少有一个学校 来参与我们后续30场的一个巡回教育活动 那这些都是后面的活动 也欢迎各界或者学校 这边安排学生来参加 哦 原来如此 所以如果限定是老师的话 他们入场需要出示证明吗 一些教师执照之类的 如果是大概应该 如果是以教师的身份 他们大概都会希望有 教师研习时数嘛 所以当然希望能够有准备身份证 来出示证明这样子 嗯嗯嗯 了解 那么这个活动主要算是工作坊嘛 那工作坊的话 主要会进行哪些活动呢 是的 我们其实就是 陈鲁我一开始讲的 我们希望透过总指教师的一个培训 那我们在培训的整个内容里面 主要是针对我们有跟海洋大学 去合作开发的一个教具 那这个教具我们把它称为 入口百宝箱 那我们是以台湾整个海岸地形 去发展 那结合藻礁 岩礁 泥滩地 跟珊瑚礁 这四大生态系 把它四大块来组合而成 那我们会搭配每个区域 常见的一个海洋生物来做介绍 这个是我们大概希望这个教具 如果经过试用试办了以后 效果不错的话 那连同它的一个教案的内容 就会提供给这些总指教师 来作为后续推广的一个参考 所以就有点像说 先教导这些老师 然后老师再往下去 教导这些学生这样的意思 是的 是的 这个是我们大概今年度 这一个巡回展的 巡回活动的一个主要的 一个办理的一个方式 跟目标 那还想请问一下组长 这次的主题是主要环绕在藻礁吗 还是会包括一些鱼类 其实就是把在藻礁生态系也好 或者是在岩礁生态系 或者泥滩生态系 以及我们比较常听到的 珊瑚礁生态系 这四个在我们台湾周遭 比较常见的这几个生态系 我们把它组合起来 那组合起来 里面其实那个教具 到时候就可以知道 就是教具打开的时候 就会有里面有所有的海洋生物 包括鱼类 那就可能 这个过程就会需要 这些老师们来帮忙做介绍 那把这生态系里面 几个比较会常见的一些 不管是鱼虾 或者是一些海洋生物 那把这些生物 把它介绍给听众 这个是他目前整个教具的 一个规划的内容 那要制作这个教具的话呢 有需要携带什么用品 或是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吗 其实来参加这个活动 倒是不用特别带什么了 只要对海洋保育有热忱 这件事情最重要 那带着一颗 这个对海洋保育 这个采与的这样的一个心 那我们都很结成的欢迎 那活动当然不用特别 携带什么样的一个道具 那基本的笔啊 笔记本 然后因为响应环保嘛 那我们通常都鼓励 大家还是要自己携带水杯 那这样的话 我们大概在活动当天 应该都可以满足各位的一个需求 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说 名额有限 那机会难得 那当然如果一旦 有受理报名的 这个总指教师们 尽量能够排除万难 来完成这个训练 这个是比较 特别在这边 也跟各位拜托的地方 谢谢 非常丰富 真的要把握机会哦 各位听众啊 所以组长啊 就是陆续还会办理其他活动 来推广海洋保育吧 是的 这个其实刚好借今天这一个访问 也跟全国的这个听众们做一个分享 我们海保署的一个成立 其实我们通常对于公部门的这些宣导活动 不外乎可能看到文宣品啊 或者一些新闻媒体网络 还有这个FB的一些等等的一些行销的方式嘛 那其实我们海保署这几年也希望能够用利用更多元的一个宣导方式 比如说办理相关的一些不管是微电影啊或者是创意戏剧的一个竞赛 那像今年我们特别也举办了摄影比赛 比如说我们在上个月刚截止的海洋保育行动家 那那个部分的对象就是包括各年龄层的民众我们都欢迎 那其实我们就锁定在不管是对于水下生态啊海洋生物 或者在看待人跟大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精彩的画面 如果我们把它捕捉下来那都可以来参加比赛 那那个是我们今年另外有一个计划的一个 一个海洋保育行动家的一个摄影比赛的活动 那此外我们当然包括我们上个礼拜刚结束的一个 海洋保育成果的一个面面观的活动 还有我们透过地方政府还有一些NGO的团体 来办理一些教育宣导的一个活动的部分 大概是我们目前在整个在做推广教育工作上面 我们所执行的几个方式啦 那当然也欢迎就是各界的这个 这个先进或者民众们 如果我们对我们海洋保育的整个 不管是政策或者推广上面 有任何建议我们也都节省欢迎大家 给我们指教跟提供更多的宝贵意见 这个也是在这边刚好借这个机会 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的地方 所以很多都是跟艺术来做结合 是是是其实我们如果以戏曲来看待的话 我们甚至连一般的那个布袋戏 我们也跟布袋戏的那个演出的团体 还有甚至跟跟皮影戏 好像像去年得奖的有一个皮影戏的这个团体 那这些团体他们的一些作品都蛮有创意的 那我们想说透过他们不同的团体 然后打破同温层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海洋 然后参与海洋保育事务 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我们以后 那甚至加入我们的海洋保育志工 那一起也许我们有 我们像在台湾有12个海洋驿站 那大家如果到海边去玩的时候 如果看到海洋驿站都欢迎各位进去看一看 那里面就有所有我们相关的海洋保育 或者是国家海洋研究院 还有我们海巡署的相关的一些 这个宣导品也好 或者影片都可以提供给大家来欣赏 那进去可以休息一下喝个茶 然后也欣赏一下我们的一些温宣品 那也让大家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认识海洋的一个 一个知识的一个管道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仰赖一些 不管是我们的志工 或者是我们的巡查员 那我们都会在那边有一些导览 所以欢迎大家 如果有到海边 然后经过我们海洋驿站的时候 可以进去看一看坐一坐这样子 那海洋驿站是很多个点喔 对我们在全台湾有12个地方 那我们在高雄这边最近的 应该就是古山 那另外在小琉球也有 所以大概如果大家在海边骑自行车啦 或者是到海边比较风景名胜的地方 比如说在最北端有那个福龙 福龙那边也有一个驿站 那里面就有很丰富的一些 一些宣导的这个教具啊 或者是一些展览品 可以给大家来观赏这样子 那很丰富的感觉喔 是是欢迎大家 对这个大概我们希望说 托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支持 我们的所有的一些行动 那当然让我们的海洋更好 那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留下这个 这样的一个很珍贵的一个 海洋的环境资源 这个是我们大概设立这一个机关 然后设立这个部门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宗旨 那也希望民众一起来参与 好的 那么今天非常开心呢 有荣幸邀请到我们的海保署 罗敬明组长 来为我们介绍到 海洋保护巡回教育活动的 种种精彩内容 而且之后啊 他们还会陆续办理其他活动 来推广海洋保育喔 谢谢罗敬明组长 各位各位听众朋友 也欢迎各位国中小老师 前来参加 谢谢 是谢谢 谢谢组织人 谢谢 好的 那么时间也差不多进入尾声啦 这就是今天 暗喜抱抱的精彩内容 这个海洋保育巡回教育活动 种子教师 各位朋友啊 记得要前来参加哈 有符合资格的教师们 好的 那么暗喜抱抱在这边 要跟大家say goodbye啦 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见咯 最后为大家再来一首歌曲 让我欢喜 让我悠 这是周华健身心 送我安琼的歌曲 做回来欣赏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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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到尽头 覆水难受 爱悠悠 恨悠悠 为何要到无法挽留 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给我关怀 为我解忧 为我拼天使多愁 在深夜无尽等候 独自泪流 独自忍受 我想说是我真的爱你 都想说声对不起你 你哭着说情愿已经 难再寻 难再寻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 再多一点点问候 不要一切都带走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 再多一点点温柔 不要让我如此难受 你只要一个女人 让我欢喜 让我游 让我感性 为了你 付出我 付出我 所有 我爱到尽头 白到尽头 浮水难受 爱悠悠 爱悠悠 恨悠 为何要到无法挽留 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陪我关怀 为我解忧 为我平添许多愁 在深夜无尽等候 独自泪流 独自忍受 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 多想说声对不起你 你哭着说情愿已经 难再寻 难再寻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 再多一点点温柔 不要一切都带走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 再多一点点温柔 不要让我如此难受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 再多一点点温柔 不要一切都带走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 再多一点点温柔 不要让我如此难受 啊 你这样一个女人 让我感谢 让我感谢 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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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